好 就像刚刚看到的秀林湘 崇德村以及富士村灾后的治理研讨会刊 31号秀林湘公所邀集了水保署 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署 花莲县政府等等单位 秀林湘长王玫瑰 代表会主席 洛晏玲是前往现场会刊 由于4月3号的大地震以及7月24号的凯米台风带来的晋能雨量 出发公文的破损问题更加的严重了 从头到河南段 富士村十二林 亚尼的土四流以及洛市探望严重问题 极大影响交通安全以及沿途居民生活 请问下当王玫瑰邀请相关单位前来现场会刊来解决地方的问题 在这次风灾之后 部落的交通安全的问题以及居住安全的问题都需要大家的协助 因为工所的能量不够 真的还是需要各单位的一个光怀跟支持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会议 那第一个 我们早上会看板下宜场的部分 那我们就不要再对述 刚刚我在现场讲的话好不好 我们就直接针对板下宜场 刚刚各单位都有去嘛 那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 各单位有什么样的意见 那工所这里的立场是希望在这个部分 水宝局 林务局 是不是有涉及到你们的土地还有胎管处 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一起来沟通协调看看 我们怎么样关工 让这样一零到六零 一零到六零所有这个山头的整个防制的一个工程 能够顺利的能够成为一个专案的计划 跟我们的中央来争取预备 我要做整治的话 因为上边坡的 其实应该我刚才过 应该都是私有地 如果要 如果要以私有继续做处理的话 可能 用力取得会比较困难 而且那边都是 看起来都是原始离 那如果以自离的效益来说的话 是不是在公路上边 如果做一些航路措施会比较可行 或者整治的话 你一定要 要有连贯性 因为你只要去一块 那边就会变成肉点 那如果 用私有地来做治理的话 可能 困难度也会比较大 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看能够从公路上边坡 去做一些防护措施会比较可行 或者是 或者是在 领番地下面做 做那个 担除吐杀的一些措施会做也会比较可行 希望下方我们会最后也感谢休闻家民代表会 先议的陈美莲 郑宝秀 水宝署 他有个国家公园署 湖南县政府 水宝署 从来村长李慧玲 故事村长张文胜 和休闻相公所团队 大家携手治理家园 让部落能够回复到往常的荣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